委員 委員 那個葛思琦又有爆料 說好像有跟您的老婆查證過 所以就是假的嘛 我已經提告了 這一點我也提告了 聽他去發言好好講 所以每一個都有 對 他的構造的場景 跟他講的內容 造假的部分 我都請律師一案一案告 那至於媒體錯誤報導的部分 我也會進行相關法律動作 所以那個神秘女子 你有請她穿什麼要拍給你看嗎 沒有這個人 也沒有這件事情 那如果刻意去炒作的 我們會以併提告 好 謝謝委員 有已經有痕跡下來 早有這樣的筆錄下來 我以上所有的東西 沒有一個是造假 也絕對不是批圖 如果有任何任何的作假 任何任何的要趁你這個王定宇的行為 麻煩請天譴招 招待我身上 對 我史無掌聲之地 到現在我揪你去關公廟拜 發誓 你敢嗎 你不敢 你只敢講一句話 法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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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要是你給真相的話 要記得幹嘛 後面還有 但是 官聖帝君 官聖帝君 這也是我三個禮拜前我所講的 我敢在官聖帝君前發誓 我所爆料所出來的東西 所有的圖片沒有任何的造假 也沒有任何的政黨因素 全部都是因為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 這麼簡單 王定宇你還要需要說謊 你已經沉浸了 我早上七點PO文 你沉浸了很久 不像你的個性 不像你的個性 你是不是害怕了 你是害怕我告訴大家說 在台南某間的派出所 早有以及有痕跡下來 早有這樣的筆錄下來 還是你害怕了 我這邊通過的關係 找到你老婆 你贖贏 你贖贏所告知的一些事情 我到現在沒有公開給大家看 因為我針對的是你 並不是你老婆 我只很同情她 她非常的可憐 你明白嗎 王定宇你所幹的這些事情 你是糟蹋人家的家庭 你是破壞人家的家庭 你明白嗎 你自己的家庭是怎麼樣 我不管 你老婆也許包容你 但你知道外面的男人 不是這樣可以包容 明白了嗎 你幹了什麼事情 我需要幫你回覆嗎 我覺得 你最可惡的一件事 你竟然對的是 我當然覺得 不是對女孩子 誰支持不支持誰 你跟這麼做 而是我覺得 最通心的一件事 你竟然對一個民進黨的支持選民 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一定非常過分的一件事情 非常過分 對方在上一週 我記得在上一週 我有給大家講說 突然我的消息來源 the lie 整個註銷了 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情 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情 當然我沒有直接證據說是你幹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大家去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啊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因為他是支持民進黨的群眾 他就是支持民進黨的選民 那你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而接觸到人家 沒錯吧 你真的以為你都沒事嗎 你在囂張什麼 王定宇先生你在囂張什麼 你以為立法委員 你就可以這麼囂張嗎 你可以這麼囂張嗎 我幹記者 我根本沒把你們看在眼裡 你知道嗎 我尊重立法委員 我也尊重大家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但是如果一個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是欺騙社會 是做這種事情 傷害人家的家庭 後來欺騙大家 說一個記者 批圖造謠 你全部為了都是你私人利益 你自己爽就夠了是吧 是吧 你看你老婆 要不要站出來 你從你的八千塊到現在 你老婆沒有站出來過 你說你老婆挺你 挺到哪去了 那不然這兩天 不要這兩天 今天把他站出來嘛 我開完直播你老婆站出來 敢嗎 他敢站出來嗎 你不要只會對大家想說 我這件事有跟我老婆智慧 我跟他道歉 道歉什麼啊 你該道歉是跟社會大眾道歉 你知道嗎 你差點害一條的沒有人命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差點害一條 沒有人 沒有人命 我告訴你 我覺得 我今天這兩個月 會遇到這個劇組 來拍這個戲 真的是民眾注定 真的是民眾注定 有太多的巧合 讓我碰到了一些 我可能 這輩子沒有想會碰到的人 我的查證非常的順利 非常非常的順利 我只能說有神蹟 我是不相信這些東西的 但是我必須這一次講 真的真的很多的神蹟 真的 那我只能說 這是老天交代 要我來收你的 就這麼簡單 你真的太誇張了 你以為你2021年躲過 你2024年就可以這樣繼續下去嗎 而且你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 你也沒有知錯 而且你還變本加厲 從大家看 我把王定宇跟這個女孩子的對話截圖來看 你們就知道了 他完全是握有詮釋的方式 以上對下的方式 命令式的口氣 要他交出照片 這些照片是什麼照片 其實我們不用隱晦 其實大家一看就知道 為什麼想你在半夜11點 為什麼要跟你見面在晚上的9點 那天你在做什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王定的臉書 他很愛打卡 大家去看他的臉書 7月23號的前後他在幹嘛 他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非常非常明顯 颱風要來了嘛 隔天颱風假 所以不用開會 啥也不用做 早上為民服務 晚上為什麼 問選民服務 是嗎 是這樣子的嗎 人在做天在看 真的 我跟你講 我今天我就敢在關聖地區面前發誓 我以上所有的東西 沒有一個是造假 也絕對不是P圖 如果有任何任何的 作假 任何任何的要趁你這個王定宇的行為 麻煩請天遣周 周在我身上 對 無死無仗爭之地 到現在我揪你去關公廟拜 發誓你敢嗎 你不敢 你只敢講一句話 法院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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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要是給真相的話 要記者幹嘛 後面還有代序 不要太過分好不好 王定宇 你真的過分啊 我真的很不想這樣立法委員 真的太丟臉了 真的太丟臉了 你真的讓一個家庭妻離至散 甚至害一個人差點沒命 全部就是因為 那個消息來源支持民進黨 是你們民進黨的選民 你竟然這麼說 你對嗎 你對忠實的選民 痛下這樣的毒手 妨礙人家的家庭 你對嗎 那個律師你不要再暢修了 下個月 我報一個律師的料 讓你看一下 不是當律師就可以亂七八糟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